中理题的美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,年轻时的她那种性感的风姿,真是不少人心中当之无愧的女神,不过每人似乎也经不起岁月和时间的消磨,今年已经47岁的她,在参加活动时就被人发现,她有凝显的发福,一身白色修身长裙,虽然看起来, 她是非常的优良,但是依然遮掩不住她宽硕的肩膀和略显肥硕的身材,尤其是弯腰的时候,看起来不见胳膊很粗壮,上半身也是非常的丰满,与她以前窈窕有致的身材相比,现在还真是走行的不是一般点,但是虽然很胖,却胖得比较均匀,也没有太多的坠肉,所以就有人不少人说她不会管理自己的身材,甚至嘲笑她已经胖了。 成为大妈,其实大家都看得到,众力提生活的很是幸福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费呢? 其实,女神一直以来都不属于那种瘦瘦的纸片美人,而是肉肉的显得格外风雨,而且她还是一个把感情看可重的人,她与第一任丈夫认识不过一个月左右,就愿意为她生孩子。 可惜的是后来两人很快离婚了,后来又跟第二任丈夫有了个女儿,七年婚宁也走到了尽头,最后她才遇到了现任老公,而自从与小子几十几岁的老公结了婚以来,女神的状态可以说变得也是非常好。 大家也看得出来他们的爱非常,两人在一道综艺节目中相识,在节目中时扮演一对恋人,后来还真的谈起了恋爱,最终在大家怀疑的眼光中走,到了一起,带着三个女儿一起,一家人很是甜甜蜜蜜 张伦说不仅对她非常好,对她的三个女儿,也是像亲生的一般,女儿们跟她也非常的亲,甚至名字都改为了姓张,虽然已经有三个乖女儿,甚至大女儿都已经将近二十岁了,但是两人结了婚以来,仍然是想有个自己的孩子。 但是,毕竟女神的年龄已经不小了,对她的身体可以说,也是个不小的挑战,两人也进行了多次尝试,甘愿老公冒着高龄的风险,可以说也是爱得深沉了,面对大家对她身材的质疑。 中理体也发本进行了解是,趁自己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管不住嘴,尽管已不再年轻,但是仍然注意健康,恋爱运动,也不会熬夜有什么不好的习惯。 她的身材发生变化,纯粹是因为调理身体积极被孕的缘故,因为夫妇二人都特别想有个自己的宝宝,不论性别是什么,都是她俩的最爱,为了能还上孩子,女神也尝试做事管婴儿,在这期间更是加倍,体会到为人母的不义,因为让物的缘故。 她的身材不像当初那么瘦,但是乐观的她依然愿意坚持下来,而且也不介意别人看到她幸福肥的身材,因为在夫妇二人看来,再有个宝宝才算圆满了。 对于女人来说,生育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对于女明星来说更是,一旦生产必定要留出时间来休息,正在瞬息万变,新人叠出的圈子里,可以算是比较大。 的心生了,但是仍然有不少女明星,为了要一个自己的宝宝拼尽全力,可见不管是做什么工作,母亲的天性都是一样的,这或许也就是将近48岁的钟丽琪,选择再要一个的原因之一吧。 其实除了女神意外,不少女明星为了拼宝宝,用尽办法,也受尽各种痛苦,之前是若萱怀孕的时候,就躺在床上好几个月不能动,宝胎的药吃了很多,还挨了很多针,最后才有了一个健康的宝宝,而有的则选择将自己的卵子冷冻起来,希望有一天结婚以后,还能有个自己的宝宝。 感谢观看